由南方大学学院新媒体中心和国际教育交流中心 以及台南艺术大学音像记录与影像维护研究所 联合主办的南方身影纪录片工作坊 在8月23日和24日已经圆满落幕 工作坊邀请到三名来自台湾的老师 前来南方大学学院与本校的两名老师联合授课 让对于纪录片感兴趣的本校师生们 有机会透过工作坊一起认识纪录片的制作 以及其背后的社会意义 本次工作坊共有五名老师分别主讲不同的课题 其中来自台湾的老师分别是 台南艺术大学的蔡庆彤老师和陈品均老师 以及实际大学传播学系的潘潮成老师 本校的两名老师 马华文学馆馆长许通源老师 和南方新媒体中心执行员郑国豪老师也参与授课 你看啊 今天我觉得台湾老师的观点 他去丰富我们 我们自己如何在看这些在地文化 而且我们也可以去看到他们自己本身 他们在办原住民影像 或者当地他们通道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会 那希望这是第一步 我们希望未来向更难度更高的方式挑战 也许我们可以合作到田园区 可以合作拍摄 也许也可以设计一个更长的 更扎实的更长的课程 我想都是有可能的 南方大学学院和台南艺术大学 已在2015年缔结为姐妹校 台南艺术大学的代表们过去也曾两次到访本校 本次的工作坊也为两校日后更深入的交流 殿下基础 南方电视台 郑国豪 梁德耀 黄慧师 拍摄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